追求性的女人 在社会其实并没有受到偏见 看你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性 假如说你追求的是滥交的话 几乎男人跟你人承受的是一样的 假如男人设定了规矩 那么不仅仅是女生得遵守 男生也得遵守 很简单的 你要求女生专一了 男生自己也是得专一的 在我们的法律里面 规定了婚姻 夫妻双方必须有忠诚的义务 不可能说只规定了 妻子需要专一 男生不需要 男生很开放 那么女生也会自然的新开放 这种事情是双方面 共同达成的一个默契 一个男生有了很多的女性办理 反过来证明同样一个事实 一个女性肯定有很多的男性办理 只不过一个人公开的说明了 另外一个人呢 是偷偷的计数而已 只是一个计账方式的不一样 不可能 这个社会上男女是平等的 不可能一个男人睡了九十九个女人 然后呢 另外一边呢 一个女人只睡了一个男人 这种在算术上是没法成立的事情 这只能证明 假如这个社会上 有一个男人睡了九十九个女人 同样反过来的呢 在女性那一边呢 肯定有为了提高自己的追求者的质量 他隐瞒了这个事实而已 因为呢 女生向大家宣告 我睡了九十九个男人 只会导致自己的婚姻不稳定 只会导致自己没法去挑衅更有质量的男人 而并不代表他在行动上不这么做 实际上恰恰是很多漂亮的女人 隐瞒了自己的过气 然后呢 找到了一个特别优秀的男人嫁了 这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任何问题 只不过是 女性迎合了男权社会设定的规则 但是本质上该做什么 还是做什么 不会因为你们的口上的几个道德要求啊 而改变了他内心的真实欲望 这种限制是束缚力很少的 对于我们在现代社会 一个开放的社会 你们理所当然的设定的那些道德规矩 束缚力并没有那么大